苏迪勒颱风创全台史上最严重的台风停电灾情 截至今天下午两点为止 已经累积停电约448万余户 目前上有约2.4万用户未复电 台电的黄董事长对于同仁在苏迪勒颱风期间所做的努力 发表了以下的谈话 这次苏迪勒颱风到今天8月11号早上为止 我们全省总共停电的属于447万 那这个是远远超过过过过台湾 当初最高的277万户 这个务数来说的话是远远超过 因此我们在水染从8号、9号、10号到今天为止 我们一直在抢修 那么大面积的主干线 如果在道路通的地方现在都已经通了 那现在剩下这个最后几个分支再分支的地方 或者道路不通 或者树木有严重倾倒危险的地方 大概还有3万户数有的这个户数还没通 所以这个400多万户的这个抢修啊 非常感谢全省所有去处的同仁 那么在这个台风天刚还在封墙的时候 就已经贏了 那么一去一去的来抢修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同仁 那么同仁在这个抢修的过程之中啊 甚至于有些饿着肚子 那么有些是至于坐到这个将军晚上非常晚 早上就非常早起来 有时候到福祉所还在接电话听民众的抱怨 我想这个对第一线同仁的努力跟幸福啊 那么非常感谢 而且非常佩服也非常支持 那么其实这一次因为造成的面积很广 所以我们复电的速度啊在某些区域是稍稍晚一点 那我的了解啊虽然民众有一些焦虑 不过他们都能够理解这一次的困难 所以大部分的群众对台电的辛苦是支持的 但是很遗憾有少部分啊 呃民众啊不能理解 呃欧倒我们的这个修复人员 甚至于这个破坏我们的服务所 呃对于 对于这样的民众非常少数的民众啊 我们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谅解 也就是说呃这个电这一个部分啊 这个修复的过程中是有它的危险性 呃跟它的这个工程上的一些考量 那对于这个第一线同仁遭受这样的驱途 除了我们立刻予以慰问之外呢 我想我们必要采取后续法律上必要的行动啊 这个是我们为了保护第一线通仁必须要做的事情啊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呃eries 呃全场在抢修的过程之后 头长的通仁啊 也是呃 不断的接电 vam 或者这个这个ề Sen 透过网zy的啊 我们一直在告诉 想办法告诉大部分的群众 呃玩呃 这个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是要改善的空间 因為從來沒有想到說這個停電的部署有什麼高 那麼一下子很多停電部署他們 他們只想告訴開店說他們停電的店還沒來 那因為他如果告訴 沒有辦法告訴他們會很焦慮 所以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想辦法在記憶裡來改善 至於這個搶救的這個一些細節 像有些單位他們會覺得是不是電線要地下化了 或者怎麼樣 這一點我們要做統一的考量 因為地下化可能對房台有幫助 可是對淹水可能造成其他的困擾 甚至於這個地下化比例太高的話 我們這個會造成電容增加 其實會造成能源的浪費 這個必須由我們要統一來考量 我再次對於這個這一次 所有這個投入救災的第一線或者第二線 或者在這個背後指揮的所有同仁 表達非常誠實的感謝 也誠實的這個對他們的幸福 非常感念